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位于边陲小镇蒙伦 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我们在西双版纳地区共找到了七种无磁风 这里就栖息着其中四种 园内的绿石林景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石灰岩经不同程度的分化作用 形成了多样的动植物生境 几乎没有游客会注意到 在栈道旁边的树洞里 生活着一朝顶无刺风 无刺风隶属于蜜蜂总科的麦蜂族 他们和我们熟知的蜜蜂 是蜜蜂总科里仅有的两个银高度真社会习性的类群 同为此性 公蜂负责蜂巢的所有杂物 蜂王则在与熊蜂完成交配后 在蜂巢内专私繁殖重任 在绿石林的岩缝中 居住着另一朝顶无刺风 进进出出的公蜂中 有的外出采集蜂巢所需的植物资源 包括花粉、花蜜和树枝等 还有一些正用上颚 将蜂巢内产生的垃圾清理出去 蜂巢住在岩缝中 外部入侵者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巢口 在巢口的外围有一群守卫者整个一带 他们后组上的花粉蓝结构 携带的亮黑色小球 是作为武器的树枝球 当外地来饭时 他们会首先用树枝球粘住入侵者 阻碍其行动 然后用上颚撕咬对手 植物园所在的葫芦岛上 保留有一小片原始热带雨林 在这里 多巢黄文无次丰和顶无次丰 生活在他们住在空心树干中的蜂巢里 黄文无次丰和顶无次丰 同属于林无次丰属 他们最常见的筑巢地点 就是中空的树干 他们的巢口多为开口较大的管状结构 被形象地称为喇叭管 喇叭管的建筑材料主要是蜂蜡 所以它们柔软、质薄 但易于修复 这位老人是黄师傅的三叔 这里是他在蒙醒村寨的家 三叔自幼在被绿石山林环绕的村寨中长大 对山中的一草一木都了如之掌 这草顶无次丰是黄师傅和他的叔叔在几年前发现的 几年来黄师傅一直尝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采集这朝风的蜂蜜 他在树干上切割出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来采集蜂蜜 每次采集完蜂蜜后 再将长方形的切块切入原处 但这一次黄师傅决定要把整朝风带走 到山上采集野生物四蜂蜂蜜的村民大有人在 把蜂巢留在树洞中 不免会担心有人截足先登 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无次丰种类会建筑裸露的蜂蜂 但亚洲无次丰种类都在工丰找到的空洞里筑草 空洞的大小和形状并不为无次丰蜂群的需求而转移 因此无次丰会用建筑材料隔绝蜂巢和空洞中 会被利用的生物空间 这层包围在无次丰蜂巢外的保护性结构 被称为立青板 蜂巢内部结构的建筑材料主要由蜂蜡和树脂组成 而立青板的组分中还包含泥和其他粘性物质 树脂占的比例更高 因此也更坚硬 这一包里面就是蜜 我笑的有蜜 树枝要不要在乎 树枝里面啊 蜂桶里面啊 蜂桶里面啊 蜂子就这里进去了 这树被我们搬到了 它进不来了 在顶无次丰蜂巢中 沟通蜂巢内部和外面花花世界的潮口 是一个细长的管道 蜂洞 蜂洞在这里 带走蜂巢的第一步 就是先将潮口与蜂巢的连接破坏掉 阻止公蜂进出 在对之前的洞口进行扩大后 无次丰蜂巢被整个取出 扒开外围的保护性结构 就能看到蜜包和粉包 而富裕又蜂的紫皮 则被包裹在蜂梁柱长区里面 蜂巢的重量让下山的路变得更加艰难 但扛着它的宝贝疙瘩 黄师傅没有丝毫怨言 这里是蒙伦镇曼勒村附近的一处山林 当地村民想从岛墓的树桩中 获取一朝黄纹无次风的蜂蜜 砍开树干后 蜜包和粉包首先映入眼帘 富裕又蜂的紫皮 位于外面食物柱藏区的包围中 当外部的蜜包和粉包被小心移开后 紫皮就出现了 在黄门无次风的风潮中 规则紧密排列的富裕是 形成单层的圆盘状结构 这些圆盘状结构 水平堆叠在一起 构成紫皮 在了解到 无次风能够在人工风箱里养殖之后 村民们改变了之前 只采集蜂蜜 而对紫皮弃之不顾的做法 他们小心地将紫皮收集起来 在下山后 转移到人工风箱养殖 采集野生物次风蜂蜜费时费力 还常常伴随着对蜂巢和柱巢植物的破坏 采集野生物次风蜂蜜费时费力 无次风的人工养殖是改善这一情况的有效方法 这里是位于基诺山的无次风风场 这里是位于基诺山的无次风风场 除在土里筑巢的暗翅无次风外 黄纹、鼎、光族、黑胸和葛式无次风都可以被养殖在人工风箱里 为提高无次风养殖的技术水平 风场的主人潘鹏 还进行了监测无次风风潮内温度的试验 最近潘鹏从村民手中收购了一批 在母竹鼠植物的竹竿里筑巢的黄纹无次风风潮 根据文献报道 生活在印度南部西高纸山脉的部族 会在竹筒里养殖无次风 但这里看到的是自然状态下筑巢的野生风潮 在转移风潮时 首先将喇叭管割下来 放置在人工风箱的潮口处 之后工风会利用这些材料修复管状潮口 打开竹筒后可以看到 里面的富裕区和食物注藏区是分开的 富裕区的紫皮外面有紫皮包膜包备 紫皮被取出来放在风箱的下层 自然状态下黄纹无次风的紫皮是水平放置的 虽然攀蓬此时并没有水平放置紫皮 但工风之后会自行调整紫皮的位置 据攀蓬说 这潮风最近进入了快速繁殖的时期 因此食物注藏区的花粉占比较高 供给风潮繁殖所需的蛋白质 蜜包和粉包被放置在风箱的上层 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以后取密 在转移风潮时 飞出的工风正在逐渐返回他们的新家 为了帮助工风尽快适应新风潮 人工风箱摆放的地点 潮口的高度和潮向都尽可能还原老风潮 也就是 Ukraine 好 有游戏 我现在的女性 是在这半年 在这里 现在好多人摆放的牙齿 这里是位于猛辣县的一个瑶族村寨 寨子里的盘师傅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你在扫了哈 在盘师傅的带领下 我们找到了一窝暗翅无刺风 给一天的采阳工作开了张 在地下筑巢的暗翅无刺风 一般没有攻击性 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让它们立刻锁回巢口 认怂最积极的暗翅无刺风 也是最难采样的无刺风种类 在小心翼翼地采完样之后 大家才开始安心地记录这种 最害羞的无刺风的巢口特征 采样难的问题 不仅发生在暗翅无刺风身上 当在地上空洞筑巢的无刺风种类 把风潮建在高处时 我们常常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 我们今天的向导是爬树的高手 常年与山林打交道的盘师傅 展示了他在树干上 如履平地的功夫 成功帮我们采到了一窝 顶如刺风的样本 没有任何专业的设备 仅仅借助了从高处垂下的藤条 盘师傅的这身本领 让我们叹为观止 盘师傅在家中养着几窝 环纹无刺风和顶无刺风 他在山林中寻觅野生风潮 之后将其转移到人工风箱 最近 他的一窝顶无刺风遇上了麻烦 同我们一道的李老师 从事无刺风的防御行为研究 上前探查情况 这朝顶无刺风遇到的不速之客 是一种猎春 当风潮遭受到外部天敌侵扰时 顶无刺风攻风 会增加作为潮口的管道的长度 严防天敌由此进入风潮内部 我再拖啊 对 然而 以无刺风攻风为时的猎春 可以在管口附近狩猎 捕食进出潮口的密室型攻风 和试图驱逐他们的守卫性攻风 显然 他们已经在风箱下面安营扎寨 反衍生息 无数无刺风攻风的尸骸在此处堆积 这朝风的命运 似乎不太乐观 感谢观看